我问连姨娘 姨娘 太监和一般的男人有什么不同 连姨娘支支吾吾 我却眼前一亮 不能生孩子 竟还有这等好事 我欢欢喜喜嫁给了那个太监 16岁那年 我被一顶小轿抬着 送进了小太监姜德宝的外宅 姜德宝是大太监魏锦的干儿子 魏锦全是滔天 而我贪财好色的县令爹 因为上风要来查账 担心他末失发 急需抱个大腿 听说魏锦要给自己的干儿子娶妻 平日里花枝招展的四五个数姐数妹 纷纷闭了房门 生怕自己不幸被选中 我仔细思考之后 主动去找扎爹答应了这门亲事 唯一的条件是他能放了连姨娘 连姨娘是我亲娘 我迟早要嫁人的 她再不逃离这个家 就快被当家主母搓磨死了 嫁人之前 我问连姨娘 姨娘 太监和一般的男人有什么不同 就是那个 不能生孩子 连姨娘支支吾吾半天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最后只是拉着我的手哭哭啼啼 说都是他这个当娘的没用连累了我 我却眼前一亮 不能生孩子 竟还有这等好事 扎爹前年曾经大过一个小妾 只比我大了一岁 他爱说爱笑 精力十分充沛 我们时常一起去后院桌区去 放风筝 直到他慢慢大了肚子才消停下来 他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小脸上 充满了焦虑和担忧 不安的揪着手就问我 陶陶 听说女人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 你说我这次能不能平平安安生下孩子 不会有事的 我只得一遍遍地宽慰他 他生产那一夜 整个院子里都是痛苦的哭喊声 连姨娘不安的转动着手中的佛珠 嘴里雾字念着保平安的经文 我偷偷溜去他的房外 看到街生的婆子 急匆匆的拿着被废水煮过的剪刀和白布进去 然后又端着一盆又一盆的血水出来 那暗红的血水被倒在旁边的阴沟 混在污泥和枯叶里显得猙獰且刺眼 我被人拦在了外面 只听到他的哭声渐渐微弱 最后他和孩子都没能活下来 回去之后 我昏昏沉沉睡了两天 一场又一场的噩梦 在我脑中轮番上演 梦中全是鲜血的红色 我觉得不生孩子 我大概就能活得久一点 所以内心对正门心事不再抵触 甚至还有隐约的期待 出口前 我捏住连姨娘伤痕累累的手 姨娘 别再熬夜做秀活了 和大山叔走得远远的 不要再回来 连姨娘正正地看着我 一向柔顺的脸上多了一分坚毅 郑重地点点头 揭开我盖头的 是一个大约十七八岁 皮肤细腻白皙 眉清目秀的青年 我嫁的人 我心中一动 脸上微微有些发烫 心中还有些窃喜 他上下打亮了我几眼 眉头却微微皱了开来 怎么这么小 我急忙反驳 不小了 我已经满十六了 他痴笑一声 看你这小身板 顶多十三四岁 平日里还是多吃点饭吧 我的情况你知道 你的情况我也知道 咱们也算知根知底 虽然嫁给我委屈了你 不委屈 不委屈 我急忙表明立场 他不耐烦地说 别插话啊 我一个月可以出一次工 你好好把屋子守着就行 除了柜底 那个箱子不能碰 其他的东西 你可以随便用 好了 我说完了 你有什么要求 啊 还可以互提要求啊 我羞怯地说 我希望你能对我好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那种好 哈哈 他轰然大笑 眼泪都快笑了出来 你怕是真的什么都不懂 我可是太监 没有子孙跟的太监 他恶狠狠地做了一个切割的手势 我一个人过惯了 不会放什么心思在女人身上 要不是干爹大寿时喝醉了酒 执意要给每个干儿子都娶个妻子 你爹又有所求 我也不能耽搁了你 他没再理会我 说完话就把寿中的盖头胡乱揉在一旁 你睡吧 我去堂屋里凑合一晚 我拉拉他的衣袖 不一起睡吗 他没好气地枪声道 我又不能做什么 睡意几格阴得慌 再说谁知道你会不会打呼磨牙 吵得我睡不好 我才不打呼也不磨牙 不过我也不想解释 一个人睡就一个人睡吧 这张床又大又宽敞 看样子就很好睡 我也很累了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日起来 姜的宝已经在堂屋里等着了 他指了指桌上几块小小的碎银 这些你先用着 等我下个月回来再说 我犹豫片刻之后还是开了口 一两银子只能买到半十米 猪肉也要三十文一斤 三两银子一个月的话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反驳 没好气地说 东街的米要便宜些 肉也只买二十文 你可以走过去买 一个时辰就走到了 相公 我不得不提醒道 你昨晚还说要我多吃一点的 姜的宝听我这样换他 浑身僵了一瞬 神奇像被毒蛇咬了一口般跳了起来 别这样叫我啊 肉麻死了 那 夫君 随便吧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 他挠挠头 半想才肉疼地说 再加五十文 多得一分也没有了 他走到门口 又回过头不怀好意地笑 糖吃多了小心牙疼 通过这短短的接触 我发现太监常有的毛病 自卑 多疑 贪财 姜的宝样样不落 还好还好 他不是一个好色暴虐的人 刚巧避开了我的雷区 我决定把日子好好过下去 虽然现在他不太待见我 但我相信自己迟早会笼络住他的心 在渣爹的后院 不得宠的庶女是什么都要做的 我又绣活换了一捆菜苗 在院子里整整齐齐的种下 又在角落里搭了个小小的鸡棚 买了十几只小鸡苗喂着 最后还收留了一只瘸腿的流浪狗 等到姜的宝一个月再回来的时候 看见焕然一新 多了几分生机的宅子 多快惊呆了 我赶紧牵住冲着姜的宝 姜牙咧嘴大叫的狗 大黄别叫了 这是我相公 也是你的主人 姜的宝满脸的不爽 顿时僵在了脸上 最后只得不阴不扬的刺了一句 院里鸡飞狗跳的 你这小日子过得到舒坦 我笑嘻嘻对她说 不是我的小日子 是我们的小日子 我拉着她走到堂屋里 我知道今天是你出宫的日子 早早就做好了饭菜 这碗鸡汤我炖了一个上午呢 你先喝一口 她端起碗喝了一口 不知可否的说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县令家的小姐 会做这么多事情 我会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我得意洋洋的递过去一双呼吸 秀样精巧 真眼觅事 她疑惑的接了过来 这是给我的 我上次看你老师揉腿 在宫里当差 腿脚的利索才行 我把呼吸翻转过来 里面各秀了一朵微妙微笑的桃花 相公你一看见这个就会想到我 就会早早回家了 家 她灰暗不明的重复了这个字 最后不自然的嘟囔了一句 谁吃饱了撑着会没事扒开一双呼吸桥 她晚上还是睡在了外间 屋渍不隔音 我听见她在椅子上翻来覆去的 很晚都没睡着 等到姜德宝该走的时候 她站在门口愁愁了半天 最后把身上的钱袋子解下 板着脸说 我在宫里也不容易 你省着些用 她一离开 我赶紧去清点钱袋 里面装了十两碎银 我喜滋滋的收了起来 姜德宝很快就托人给我送了回礼 一方有纸包着四块小小的枣泥酥 里面还放了一张字条 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道 娘娘赏的 我不爱吃甜的 坏了也可惜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不用猜都能想象得到 那个人是如何不想让我自作多情 才敏直了唇线 不情不愿的写下这些字的 其实枣泥糕已经有点发干 但是我小口小口的吃着 还是吃出了浓浓的香甜 姜德宝只是性子别扭了些 倒还算好相处 但不是人人嫁了太监都会过得顺遂 在巷子的尽头 有一户更大更气派的宅子 屋主也是个太监 有一身好武艺 在魏锦跟前极有脸面 他也娶了妻子 是个不装掌柜的女儿 羞羞怯怯的 从来都不敢拿正眼看人 这太监和姜德宝休息的日子 是同一个时间 他一回来 小媳妇痛苦的喊叫声 就会在巷子里回荡 我裹紧了被子 还是能听到那一道道凄厉的哭声 相公 我们去看看吧 姜德宝冷冷的说 别多管闲事 我惹不起他 他叹了一口气 可以躺在我身旁 用手捂住了我的耳朵 别怕 这样是不是就听不到了 我的背底在了一个温热的胸膛上 带着一股陌生又熟悉的经历暗箱 我下意识回过头 就看见他微微泛红的耳根 和亮晶晶的眸子 他别扭的呛了一句 有什么好看的 转过去 我的心跳的厉害 脸颊莫名烫的惊人 转过身不敢再动 他的手也在微微颤抖 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淡定 我们就保持着这个奇怪的姿势 睡了一晚 小媳妇被折磨得受不了 成太监回宫的时候逃了出去 鼻青脸肿的他 小心翼翼的来敲我的门 我什么也没问 把剩下的生活费都给了他 在这个宦官弄权的局势中 听说他最后还是被抓了回来 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不敢去想 也不愿去想他的结局 姜德宝谨小慎微不想惹事 可是有些人终究是避不开的 因为借钱的事 太监与我结下了梁子 他喝醉了酒 双目星红的踹开了我家的大门 你就是姜德宝讨的老婆 长得倒不错 你敢叫缩那个贱人逃跑 今天你就来抵他的缺吧 一张臭嘴就要往我脸上拱 大黄狠狠一口咬在他腿上 硬生生撕下一块肉 太监吃洞之下劈了他一掌 大黄倒在地上 眼角湿漉漉的看着我 死的时候都没有闭眼 正在屋后除草的姜德宝跑了进来 正正的看着屋子中的一切 太监也不怕 反而癫狂的大笑 小宝子你来得正好 就乖乖坐边上瞧着 我让你看看 女人该怎么弄 姜德宝面色生寒 冲上去脱开他 太监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他身上 可是他紧紧咬着牙 始终没有松手 他只是紧着邪叫我 快 走 我横下心 趁太监不备 取下簪子狠狠戳向他的后脑 一下又一下 太监很快没了气 姜德宝剑是已至此 忍着痛找了把匕首 又在太监的致命伤口上捅了几刀 然后用力抱着瑟瑟发抖的我 柔声安慰道 别怕 别怕 记住 人是我杀的 我们把太监悄悄埋在了后山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话 姜德宝最后还是被抓进了大牢 他被带上枷锁捉去时 回头看了看我 表情复杂 最终还是一开视线用唇语对我无声的说了一个字 走 我没走 我把姜德宝之前交给我的房契拿上 又把自己从娘家带来的一百多两银子全取了出来 想方设法去求了魏锦的夫人 在华丽明亮的屋子里 一个衣着华贵的中年夫人 正站在窗边逗弄着龙中名声婉转的百灵鸟 他依旧妩媚的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女人为太监求情 小宝子若真死了 你不就解脱了 我摇摇头 相公对我很好 我不能辜负了他 还是太年轻了呀 和一个太监谈感情 魏夫人笑了 笑声中带着浓浓的嘲讽 我才不稀罕你那钉点东西 我只想看一看 你们会走到哪一步 看你将来有一天 魏夫人果然说话算数 第三天 姜德宝被送了回来 他本来就瘦削的身子上伤痕累累 竟找不到一块完好的皮肤 我烧好热水 为他一点一点擦去身上的血污 心疼极了 上半身上玩药 我去解他的腰带 姜德宝一下长红了脸 不自在的裹紧了外衣 雅生说道 很丑 别看 我正正的看着 浑然不觉眼中已满是泪光 我不痛的 你 你别哭 他小心翼翼的伸出手 粗糙的指腹划过我的眼角 我的泪浸湿了他的指头 相公 我把我的手附在他的手上 郑重的说 我一定会把你养好的 他羞懒的笑了 冰冷的手指触碰着 我脸上温热细腻的皮肤 轻轻说 陶陶 当初叫你走你不肯 以后你可再也走不掉了 在黑暗成长中滋养的 秦爱破土发芽 既然他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那就只能不死不休 姜德宝已经被魏锦所抛弃 没有再进攻 周围的居民渐渐知道 这里住的太见失事了 本就对官府不满的人群 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 我每天都得趁姜德宝没醒时 把院子中被人丢的臭鸡蛋 烂菜叶给清理干净 出去买东西时 还有嘴碎夫人在身后骂我犯贱 更别提一些男人放肆打亮的眼神 姜德宝还在屋里养着伤呢 这些都不能让他知道 于是我总是若无其事的 挤出笑脸去给他换药 但他还是慢慢察觉了 性子开始变得阴沉 目光也一天天的冷了下来 只有看到我时 才会恢复一丝柔和 后来院中没有被人丢的垃圾了 我还高兴了几天 结果是他们换了新的花样 我正睡得昏昏沉沉 姜德宝用力摇醒了我 陶陶快醒醒 屋子被人故意放了一把火 也许那人最初只是想吓一下我们 但是天干雾燥 一点火星都会造成大祸 火是越来越大 木头霹雳巴拉烧断了直往下掉 姜德宝用手护住我的头 一拳一拐的和我搀扶着逃了出去 什么都没能带出来 其他的也就罢了 可那箱子里珍藏的曾经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姜德宝曾经说过 他是一个太监 死后也没有人烧纸 让他一起陪葬 下辈子才能做个全乎人 眼下他正正的看着火光 我总觉得他下一刻就会哭出声来 他这辈子没有指望 就连下辈子的念想也掐断了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 相公 你还有我 我们两个人披头散发 满脸烟灰 就像走在奈何桥上的野鬼 他看着我 抬起五指修长 骨节分明的手掌 伸手轻轻的揉了揉我的头发 然后把我拥在怀中 滴滴的笑了 是啊陶陶 我还有你 他喃喃的说 我们找了间破庙暂且容身 我将身上唯一值钱的朱差当了 换了些药和吃食 我一边嚼着馒头 一边给他换药 像公你以前在宫里过的提心吊胆 现在可以摆脱那些身份 倒是一件好事 我会做的事情很多 一定会让你过好日子的 傻丫头 这句话该男人说 他掀起眼睫 一双黑眸中全是含义 在不复往日的温和 陶陶 虽然我不算真正的男人 但我不能让别人再任意欺辱你了 我们靠着斑驳的墙壁休息 柔和的夕阳透过破烂的庙顶倾洒在地上 他的脸上似乎也在散发着甜静的光芒 只是眼角还有淡淡的乌青 他也很久没有睡过好觉了 我也是有一次偶然醒来 才发现原来他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 在半夜里起来偷偷清理院中的垃圾 他什么都没说 但是我对他的好 他都记着 我看着他的睡颜甜甜的笑 我也都记着 后来他去找了三皇子 有实力争处的就两位 性格懦弱但背景雄厚的大皇子 精明强干但出身不高的三皇子 魏锦暗中投靠了大皇子 江德宝就选了三皇子 魏锦曾吩咐他做过的事 接触的人 虽然不算机密 却也成了他的投名状 三皇子正在用人之计 自然不会拒绝 在他的安排下 江德宝借机求了干爹 重新回到了宫中 表面上还是魏锦的人 暗中却为三皇子传递消息 他看出我的担心 伸出冰凉的指尖 摩缩着我耳垂的轮廓 不轻不重 还带了几分侠逆的异味 是很危险 但是至少淘淘你衣食无忧了 这一天江德宝回来的有点晚 身上还沾染了微微的酒味 和同僚喝了点酒 那给你买的核桃酥 他大概喝了不止一点酒 献保式的把手中提着的糕点举了举 我开开心心的接过来 才咬了小小一口 他就突然凑了上来 就着我手中剩下的核桃酥 一口一口的吃掉 直到他直勾勾的看着我 似唇相处时 一股酥酥麻麻的感觉蔓延开来 我甚至感觉有些晕晕乎乎的 我戚戚爱爱的问他 相公 你 你还会动情吗 江德宝自然知道我的意思 坦诚的说 会 他马上用行动证明了 我们两个人的气息 因为过分接近的距离而相容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像一只吃饱喝足的饕餐 难以自意 却又羞愧男当地看着我 但是淘淘对不起 我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我心中又是心疼又是羞涩 赶紧用双手还住他的脖子 相公 足够了 两年后 争斗落下了帷幕 三皇子坐上了最高的那个位置 魏锦见大师已去 只得服毒自尽 在他死之前 还抢逼着魏夫人自义而亡 江德宝被认为首领太监 又在大皇子余孽刺杀时 奋不顾身救了新皇 成了宫中的新贵 接手了魏锦的职位 统领宫中所有太监 他的权力越来越大 我们换了更华丽的屋子 金银珠宝堆了一屋子 但我并没有觉得更快乐 只是有隐隐的不安 五肩廊下 我正在看书 突然觉得脖梗上一凉 一条长臂揽住了我的腰身 陶陶又在看书 看了什么 我嘴唇如动了好几下 才吞吞吐吐的说 江德宝的脸色 已不能用金额二子来形容了 我想看看 他们是如何发迹的 最大的依仗是什么 皇上重用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为何会落个凄惨的下场 我鼓起勇气 干脆一股脑而把话全说了出来 我想知道 如果我是他们 怎样做才能得到善终 江德宝若有所思看着我 走廊上很安静 只有风偶尔吹打着珠帘的叮咚声 如今我的确已身处漩涡 生死都不由己 但我不是宁性 心皇他 也不会让我成为宁性 我唯一可以保证的 就是陶陶一定是会善终的那个人 不 我想要好好活着的人是你 我在心底想 但我最终只是微微叹了口气 什么也没有说 江的宝收了手 不再收东西 却还是有人费尽心思琢磨了半天 听说江总管极为宠爱一位夫人 以为他好这一口 于是又往府里塞了两个美姬 我看见那两个在下雪天衣着单薄 却还要硬挤出微笑的娇艳美人 气呼呼的问 贵重礼物现在变成了美人 江大总管还收不收 他笑着江人打发了 江我揽在怀里 在我耳边轻声说 陶陶何必生气 我的心里可只有你 但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心里只有我 所以他渴求的越来越多 我去集市逛的时候 不小心丢了荷包 这个荷包可是姑娘的 一个青年书生拿着我的荷包 含笑对我说 打听别人娘子的闺蜜 读得圣贤书都被狗吃了 一道声音冷不丁响起 我回头看去 就看见江的宝 站在几步之外的一棵树下 阴侧侧的看着我们 一张脸清冷微寒 他一言不发 强忍着怒气带我回到府中 陶陶刚才那个男的是不是长得人模狗样的 他扶手望着我 冰冷的手指摸缩着我下颌的线条 并不曾用力 却让我不得不直视着他 我把脸靠在他的手上 一遍一遍地安抚 他才慢慢平静下来 陶陶不要和别的男子亲近 也不要和他们说话 你若真遇到喜欢的男子 至少 至少也等我死了 你再去找他好不好 他目落哀求的看着我 我摇了摇头 相公 我不会找别人 我这辈子就只会和你在一起的 他听了这句话 一脸满足地紧固着我 像是想把我紧紧镶在他身上 他还加派了人手日夜围着我 不管我到哪里 都有几个人一步一驱地跟着 我并不喜欢这种被人监视的感觉 过了几日 姜的宝也察觉到了我的低落 收敛了几分 将人撤了 只是他不当值的夜里 都会赶回来紧紧挨着我睡 有一次我半夜里口渴 起来倒水喝 刚一回头看见他坐了起来 像个孩子似的紧盯着我 我无奈地抱着他躺下 我哪里都不会去的 我只会和你在一起 我有时候会想 若是能有一个迹象 我又像姜的宝的孩子 该有多好 他患得患失的毛病 也许也会有所减轻 是的 因为他给了我无穷的勇气 我不再惧怕生孩子 可惜我们这样的夫妻 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孩子 我去明觉寺上相识 撞到了一个瘦弱的小女童 她跌坐在地上 也不哭 而是爬起来紧张地问我 姐姐痛不痛 小桃花给你呼呼 主持说这孩子是四里收养的气音 因为出生在桃花纷飞的三月 顾取名叫小桃花 我叫桃桃 她叫桃花 真的很有缘分呢 我一见这孩子就喜欢 于是在征得主持的同意后 我将她带回了府 将得保重起眉 你想要孩子 多的是达官贵人上 赶着给我们送数子数女 机灵的活泼的健壮的 喜欢哪种都可以 你怎么偏偏捡了这么个 她看着雷弱的像猫儿式的女娃娃 还是把剩下的话淹进了肚子 四岁多的孩子已经会察言观色 小桃花怯生生地问我 姐姐 老叶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笑着拍了拍她的手 那不是老叶 以后要叫爹爹 我也不是姐姐 以后要叫娘亲 小桃花这么可爱 谁会不喜欢呀 又去拉着一脚安抚那个大的 相公 你以前也嫌弃我太瘦小呢 她扯了扯嘴角 你喜欢 就留下吧 然后她很快就后悔了 夜里小桃花可怜巴巴地抱了小枕头过来 想要和我一起睡 姜德宝紧紧抱住我不肯松开 我温言劝了几句 她才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小孩子讨厌死了 明日还是送走送走 那一晚 小桃花抱着我睡得很香 还打起了小小的呼噜 姜总管蜷缩在床角 委委屈屈混了一夜 她离开的时候 小桃花眼睛还没睁开 嘴里迷腻呼呼说了句 爹爹要早点回来哦 姜德宝一愣 半天才呕了一声 嘴角不易察觉地勾了起来 再也没提送走的事 小桃花交际能力惊人 不是缠着我 就是缠着姜德宝 两个人很快熟络起来 姜德宝还特意寻了 许多稀奇古怪的玩具回来 得意地说 别人的女儿有的 她的女儿也要有 我的扎爹向来没有参与过我们的成长 更别说陪着玩耍 所以我看着将小桃花 扛在肩上摘花的姜德宝 觉得她真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夫君 最好的父亲了 朝堂之中一直有很多反对宦官专权的声音 面对朝臣的劫难 姜德宝每一次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所以在我们其乐融融的这一刻 没有人想得到 分别的日子会来得这么快 那一天的雪下得很大 姜德宝踏着满地血色 深一脚潜一脚地独自走了回来 我在门口等他 见到这一幕心里不禁磕噔一下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赶紧跑上前去给他撑伞 又替他抖落尖头的雪 相公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没坐车 他接过伞 淡淡着说 雪大 没找到马车 我就想快点回来看看你 他今夜格外不同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 他都是微笑着看我 仿佛看不够似的 他让人支开了小桃花 拜赏之后 才缓缓开了口 皇上给了我最后的体面 允许让我见你最后一面 他说着说着 就有黑色的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相公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这是皇上早就答应了我的 捧我坐上总管太监的位置 接管位井的势力 摸清所有的底细 再把一切都完完全全交还给他 条件就是会放过你 今日下了潮 他突然说时间已经到了 真是过分呀 多一天的时间都不给我留 我本以为 还可以为你和小桃花再多筹谋一些的 江的宝苦笑着说 桃桃 我只剩一个时辰的时间了 你陪陪我好吗 我忍住眼泪 扶着他缓缓坐到桃树下 很快会有人来查抄这里 皇上的话不可尽信 我在地下钱庄里给你们留了银子 你和小桃花要离京城远远的 不要让他再想起来 桃桃 我已经泣不成声 如果有来生 我还是会和你在一起 桃桃 相公我不管 我只要你 他笑了 那一年我本就该死在狱中 能陪着你这么几年 已经是幸运 我的桃桃 那双冰凉的手又试图伸出来摸我的额头 却在中途滑落了下去 然后他轻轻合上了眼睛 就在我的怀中一点点变冷 透骨的寒意从他的身体渗进了我全身 江的宝不在了 他死了 意识到这个事实 我的胸口仿佛破了个洞 没有撕心裂肺的疼 就是冷 冻结五脏六腑的冷 无限的空虚感在心底蔓延开来 我像被一片黑漆漆的云拖着往天上飘 我晕了过去 小桃花哭着摇醒了我 我强打起精神处理了后事 为将德宝擦进了身子 换上了新衣 那双里面绣了桃花的护膝 他一直舍不得取下 磨损的面料和甜色的棉花 我都补了好几次 眼下他在棺里静静陪着他 终于完成了他最后的使命 我和小桃花扶着他的棺木走了七日 去了南城 他的故乡 那是一个常年被飘动的雨雾笼罩着的小城 庙堂的恩怨厮杀 遥远的像一场不真切的梦 将的宝给我们留的钱财 我给善堂捐了大半 剩下的我们在城边买了间小院 将它葬在了院子旁后山的一片野桃林边 我开了一间小小的糕点铺 其中枣泥糕和核桃酥做的最好 常常还没做好 就有客人排着队等候 有个青年来得最早 站在寒露动手的清晨等了我半天 笑着说 我家娘子害喜了这两日什么都吃不下 就想吃你家的核桃酥 我笑着又送了他一盒 他让我想起当年那个雨后的黄昏 也有一个俊秀的青年 在微醺的醉意里 为自己嘴馋的娘子买了一份核桃酥 我一只手紧紧捂住了胸口 那滋味 好甜啊 小桃花一天天长大 性情 师叔 女工厨艺样样出挑 就是那首字 歪歪扭扭的像狗啃过世的 和他爹爹一样 在这里住久了 心结识了不少人 也有好些男子去托了官媒来求亲 没人一张嘴说的天花乱坠 这个秀才如何千千有礼 那个商人如何富有和善 我微笑着一一拒绝了 先夫很小气 他会不开心的 因为我曾得一保 世间再无人能及 得保 你看 你要我好好活着 我有做善事 我有好好活 有一天我起床梳妆时 发现满头青丝多了一根刺眼的白发 还没来得及伤感 就听见门口扑通一声 竟是倒了一个人 城中最近来了不少逃荒的人 这个恶婚的十四五岁的少年面黄肌瘦 浑身破破烂烂 大敌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收留了他 谁知道小桃花日后竟和这少年 从最初的互相看不过 也变成了最后的两情相悦 一个非心不娶 一个非心不嫁 我给小桃花做了大红的嫁衣 送他踏上了来接亲的软教 透过他娇羞的笑颜 我仿佛看到了十四年前的自己 当时的我怀着忐忑期盼的心情 心跟着轿子起起落落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人 生活会是怎么样的一番景象 我当时心情十分复杂 独独没有后悔两个字 现在也是 小桃花很快生了一个孩子 他的皮肤皱巴巴的 眉目之间还有蛋黄的绝佳 一打喝歉 整张小脸都憋得通红 我才知道 原来新生的孩子是这么丑 又这么可爱 小夫妻与我商量 他们的孩子以后都信江 我走到桃树林 去告诉相公这个好消息 他不用担心 我们始终记得他 哪怕我不在了 小桃花不在了 以后也有人记得他是先祖 清明 中原都会有人给他烧纸 他永远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靠在桃树边轻轻的说着话 只是始终没有人温和的回答 唯有被风吹动轻轻落下的桃花 温柔的坠在我的手上 孩子们一个个渐渐长大 铺子的生意都交给了小夫妻打理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陪他 我的经历越来越不济 记性也越来越不好 本来想带给他我新作的桃花酿 打开盒子才发现自己竟放了一个空茶壶 就连这条往常闭着眼睛都能走到底的小路 仿佛也变得格外漫长 还差点摔了一跤 日头很大 阳光透过斑驳的枝压 照射在我眼上 我的眼角无比酸涩 不自觉的就沾染了泪意 也许过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去陪他了 还好快乐 终于快乐